第38題跟30題一樣的題組 這個打點計時器的每秒的間隔是0.1秒 好我們說從A到D這個時間之內只在做合運動 我們看到呢A這邊是5然後這裡是7然後這裡是9 所以顯然它的速度呢是越來越快 所以它並沒有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諸如此的選項是錯的 看到這個變化呢5到7到9到11這個變化呢很均勻 所以它應該是做一個所謂的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C的選項呢也是錯的 那麼A跟B的選項呢都需要去計算加速度 所以我們就回來去看看我們要怎麼樣算加速度呢 那老師上課的時候說過了 我們做的方法呢是說 我們在這邊取一段平均速度 然後在它旁邊取一段平均速度 然後就代進了A等於ΔTΔV 所以呢我們取到A跟B 那麼所謂的速度呢就是花多少時間走多少的位移 A跟B呢它位移是5公分 它的時間呢花的是0.1秒10分之1秒 所以呢是50 那麼我們在旁邊取一個B到C 那麼它走了7公分 那麼它是0.1秒 所以它走它的速度是10 然後再代進我們的A等於ΔTΔV 然後呢所以我們的初速呢是50 末速呢是70 然後我們的時間間隔呢都是0.1 所以20分之0.1 所以呢就是所謂的200 那麼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加速度呢應該是200 所以我們看看我們的選項中 我們就發現原來我們的A選項是對的 那這裡所謂的變速度運動就是指的速度有改變 速度有改變就指的是又是有加速度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第38題的答案呢 應該選的是A為變速度運動 加速度維持200公分每秒每秒不變